Hello 今天妈妈想给大家讲解一下 咱们该如何准备你的舞蹈作品集素材呢 你的艺术作品集是一份属于你的 重点介绍关于你的艺术修养的一份集成文件 这里面会有大量的原创的素材 这些素材是关于你的 或者是关于你的艺术作品的 经由你首创的 最好也是经由你独立创作完成的 通常来说呢 咱们的舞蹈作品集里面会有两个板块的内容 重点展示的艺术作品和附加说明的内容 重点展示的艺术作品呢 就是那些能够凸显你的艺术才能和艺术水平 你重点的想要介绍给观众 让观众们着重观看和欣赏的艺术作品 而其他的说明内容呢 就是围绕着刚刚咱们说的 你想要重点给观众分享的关于你的艺术作品 辅助你信息传递的完善 因此呢 咱们通常在制作作品集的时候呢 有两种风格类型 第一种呢 先计划 我想好我要做一份什么样的作品集 然后呢 按着计划一步一步的去执行 最后把你想象中的你的艺术作品集打磨成为一个实际的艺术作品集 而另外一种呢 就是没有先前的比较完善的一个计划 而是我根据我自己现目前的一个情况 我能够凑到一些什么样的素材 一些你觉得比较好的能够拿得出手的一些素材 到处去找翻一翻或者是临时再去收集创作等 把他们聚拢来 然后根据现有的素材 他们的一个风格和程度 一点一点的去修缮成一个 现目前来说 你能够达到的最高程度的一份艺术作品集 因此呢 不管是先前有精心计划的 还是我临时再来去打造的这两种风格呢 咱们都会涉及到关于你舞蹈作品集素材的整理 不管哪一种 咱们所有的舞蹈作品集素材呢 会分为三个类型 根据时间段来说的话 咱们过去的素材 比如说我想要做舞蹈作品集的时候 我已经毕业了 那么有没有一些我曾经的 关于舞蹈方面的作品呢 如果你是舞蹈专业的学生 考试的内容 我上编导课的编创的作品 或者是我曾经参加舞蹈比赛的作品 或者是我曾经去文艺活动 参加表演的一些艺术作品 或者是我曾经就是在学校 在练功房排练的一些艺术作品 等等 关于你能够想到的 一条比较好的比较完整的舞蹈相关的影像资料 或者呢就是咱们现在就是之前说过的一些场合一样的 那么我接下来就可以重点的去把握这次机会 我马上就要去参加一个比赛 那我这次就把那个比赛好好的准备一下 同时也把那份资料获取记录下来 留着 当我的艺术作品集里面的素材文件之一 是不是也可以呢 或者就是以后大概在下半年我想要去申请舞蹈留学 现在呢我马上要毕业 我现在去忙我的毕业的东西 OK我暑假我可能就要去计划一下去准备一份什么样的艺术作品去怎么获取它 根据你自己的一个自身的情况 你曾经有比较不错的也可以收集起来 现在呢根据我身边的一些活动 我平时要上课 我周末要去培训班 或者是我要上下舞蹈课 练功房等等 那我现在就可以把我跟舞蹈实践方面的活动相关的素材收集起来 或者是OK我就计划好 我要准备一个什么样的艺术作品 比如说是凸显我的舞蹈编创方面的能力 那么我就要去计划一下 多久之后我要去把这个舞蹈编创的作品的这份素材 把它整理出来 把它制作出来 因此呢过去的素材它具有一定的历史性 而现在的素材呢 它主要讲究的是一个可操作性 而针对于未来你想要获取的素材呢 那么这些素材将会是你重点想要获取和打造的 关于你收集到的 或者是你即将准备去收集这些关于舞蹈的素材文件呢 这里有五个要求咱们最好注意一下 第一点画质高清 就像现在你能看到我一样 如果这个画面当中妈妈都是模糊的 很明显的会阻碍你获取这个画面上的一些信息 然后眼睛也会看着不舒服 当然特殊情况除外 比如说你想要的一段画面 它前面就是一个模糊的镜头展现 之后再来玩一些什么其他的花样呢 这个情况下是可以的 但是常规来说 妈妈建议你们获取的素材都是1080P 或者是再往上的 比如说4K的呀 反正尽量高清 第二点尽量平稳 没有抖动 妈妈现在也是用的一个脚架 支撑着咱们的摄像机去录的这一段素材 所以你在观看的时候呢 画面是一个平稳的 你能够稳定的获取这个图像信息 比如说我是用手持的拿着一个手记录的 然后用了前置摄像头或者是后置摄像头 哎我在走路的时候 或者是我就又让人用手拿着的话 它会抖动 跟之前刚刚说的一样的 会影响观众获得信息 再其次 特别的伤眼睛会不舒服 尽量避免手持摄像机 选择用脚架或者是稳定器 帮你稳稳的获取一个视觉画面 第三点 音质清晰 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麦克风 如果我没有这个麦克风 在室外的话 就能够听到轰隆隆的嘈杂的声音 然后你们听我的声音 获取的也不够清晰和准确 跟刚刚一样设备要跟上 配一个外接的麦克风 或者是一个收音器等等 处理这个音质的问题 尽量给欣赏这份舞蹈作品集的人 一个不错的欣赏体验 第四点 画面选横屏 现在我们玩手机越来越多了嘛 玩抖音啊或者是快手的一些朋友 他们就会选择录竖屏的 但是这个呢 是用在正式的场合 通常情况下 比如说给学校呢 他们会用一个显示器 或者是一个投影仪 它都是横向的宽屏的 因此我们在录素材的时候 也要强调一下是横屏的录制 不过我相信大部分的同学 应该是能够自觉的注意到这一点的 最后一点 素材的真实性 你有使用版权 因为这个呢 是数码信息资料 比如说你放了一段舞蹈 说是你编的 但是有可能就不是你编的 而是你随便在网上找了一段不错的作品 不容易被别人识别吧 然后哎你就用了 首先来说 这个事情就不是真实的 另外再往下追究的话 被其他人知道这个东西 你是否侵犯版权了呢 非常的不好 再其次 有时候我们在录一些影像视频素材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把旁边人录进来 框进来 比如说我做一个采访啊 这个镜头里面就有其他两位 人跟我同时的出现在这个画面里面 你是否有获得其他两位的出镜人的同意呢 去使用这份素材呢 在不同的地区 根据不同的情况 政策和要求是不一样的 有的国家就对人的肖像权 要求的就非常的严格 所以这里妈妈想强调两点 确保素材的真实性 在其次 你有使用这些素材的权利 尽量避免一些纠纷 咱们在准备素材的时候呢 尽量多准备 多了我们可以做减法 如果少了呢 那是不是又要 搞一个很大的工程去准备了呢 好吧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们有用 我们下次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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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